警方在夜晚是當時試圖驅散旺角的佔領人士 分別在波蘭街和上海街施放催淚水劑和胡椒噴霧 佔領人士退到新田地街一帶 我們記者陳耀忠現在在現場 陳耀忠現在在接近新田地街的位置 現場情況是怎樣呢 較早的時候警方在山東街施放催淚水劑 事緣是在大概九點鐘的時候 警方在山東街近上海街採取行動 向著示威者推進 並且施放催淚水劑 迫了示威者一方面向山東街走 一班就是向著上海街那邊 向著上海街那邊一直推 現在這個位置在九點多的時候 就出了去新田地街 現在看到有一輛巴士停在這裏 因為當時有很多車在新田地街走 所以全部跌著了 現在大批的示威者 就集結了在新田地街 到上海街之間一段的市友街 現在我們看過去看到 警方已經把防線搬到這邊了 就用了兩個高台 就是把握著現在這些防部裝備的警員 是一致排開的 是切了一個封鎖 任何人是經這個位置離開的 那見到呢 在兩個高台那裏 其實那些警員也都準備了 就是今晚全晚都一直有用到的一個催淚水劑 相信稍後的時間 警方可能都會在這裏採取行動 可能會向著這一邊 就是清理那些 就是清理那些示威者 那之前呢 警方在私放一些催淚水劑 又或者胡椒噴霧之前 都曾經是做過一些廣播去到警告現場的人 你現在呢 在現場那裏 有沒有聽到警方是作出類似的廣播呢 暫時都沒有聽到 警方是作出一些廣播 是向這些示威者 現在我這個位置的示威者 是作出這個警告 但是呢 現場的示威者 好像都預示了 警方可能都會跟回 今天清場的一些做法 都覺得那些警員 應該都會放一個催淚水劑 是向他們推進 那所以呢 現在現場的示威者 都是不斷向周圍的人 對 陳耀祥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畫面 就轉體體 在王國寧那邊 那邊 警方就有一些拘捕行動 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在山東街的現場成分 那較早的時候 有一些佔領人士 就是退守到山東街這個位置 在剛剛的時候 警方就有一些拘捕行動 將部分的示威人士 就是戴走了 現在畫面看到 就有幾個警員 就將一個的示威人士 扔了在地下 已經是將他制服了 見到呢 最少有五千六個警員 至於在外圍呢 現場仍然是有大批的警員戒備主 並且是捉起了一些人的臉 呼籲在現場的其他人 包括記者就向後退 我們記者是蔡浩然 現在是在現場的 是蔡浩然 現在是在現場的 不是蔡浩然 是蔡浩然 而是蔡浩然 是蔡浩然 新一郎的推撞 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概五分鐘之前 警方將防禦作出調整 能夠見到 現在又再有新一郎的衝突發生了 警員都立即出手制服一些小人士 見到現場的警務人員繼續配備他們的頭盔 剛剛再次放了一些相信胡椒噴霧 除了一些頭盔、盾牌之外 部份的警員也是手持著一些伸縮警棍 蔡浩賢 是 收到請說 現場剛剛是否也施放了一些胡椒噴霧 沒錯 再說回正常的情況 警方現在是致了紅旗 剛才有達郭人士上司 就是來到路面上面被警方揮動 收縮警棍將它推廣回去能人路 期間警員和習慧人士都是土地的 警方有出動大支莊的胡椒噴霧 並拘捕了一支習慧人士 剛才大概兩分鐘之前 相信是社運人士楊康 是被警方禁止在地下 然後是帶走的 剛才剛才說警方改變了那個膜線 就是讓人們可以從田上海街 向全新田死街的方向走 不過開了很久 即是這個震燃的變動很久 就看到其實習慧人士和警方 已經有新一輪充分了 警方其實現在是 在三中間一支排開 足平人士被人繼續向皮身道靠近 是不斷地叫習慧人士上行人老 沒錯 其實就算是下午在雅街老街那裡 清除了一些障礙物之後 在現場的就位人士 就不斷向其他方向 譬如是沛蘭街 上海街等等的內街那邊 是擴散開去的 所以到現在晚上 我們看到現在畫面 就是在山東街那裡 其實就仍然是有很多人 在那裡聚集著的 仍然是未散開 較早前警方就有一個呼吸 就希望一些現場人士 是可以自行向彌敦道那邊 是自行散去的 剛剛就看到了 警方也是希望 佔領的人士 就向大角咀方向 新田地街那邊 是散開 就不要再在現場聚集 在一輪的推撞之後 現在情況就稍微平靜一點 港方執達主任 在旺角執行禁制令 期間遇到佔領游士反抗 有示威者之後 就去到波蘭街那裡聚集 警方期後 入夜之後 噴了一些催淚水 去到驅殺 示威者之後 就退去山東街 和上海街一帶 繼續聚集 警方說 在行動之中 最少抓了80人 有3個警員受傷 在區散期間 人由高處扔了一些 懷疑是漂白水的液體 多人被淺盡 詳情我們看看蕭羅文的暴容 警察發警告後半分鐘 站在高台的警察開始 對著逗留在波蘭街的示威者 噴催淚水劑 警方指催淚水屬於 和胡椒噴霧一樣程度的武力 指向erez视隊 示威者向後退 試掐盾掌警察往前推子 手持盾牌防捕警察 控告警察向前推准 好 ен手 小心 照 Speak to me 110 出示行旗警告 有示威者舉牌叫警察冷靜 大批卡較後排的示威者上前增援 又遞上口罩和頭盔給其他示威者 現在警方命令你們立即解散 警方發出廣播要求示威者離開 否則將武力掀援 示威者後退期間有人在朗豪方隔離一棟大廈 高處扔黃而漂白水 有人被剪中 有示威者爬上地盤頂 警察向他噴催淚水 他再向地面釘竹枝 其間情緒激動 其後有警察爬上去 不斷推進 又噴催淚水劑 本台攝影機亦被射中 警方再走入人群 施放濃焦噴霧 有人跌倒 有示威者邊退邊駕起鐵馬 阻礙警方向前走 一批示威人士其後走入市郵街 有小巴要停在路中間 行動中警方帶走多個佔領人士 警方說截至晚上8時 在旺角總共抓了80人 涉嫌刑事藐視法庭 非法集結、襲警、抗拒或阻礙公職人員 或者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警方又說正在山東街和上海街一帶 處理非法集結事件 呼籲在場人士克制和立即離開現場 又呼籲市民、尤其學生 不要去到那一區 在家中設有信任 警方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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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